位於彰化社頭 廟名斗大的字 浦龍宮 門前對聯 普天同慶龍降臨 玄武殿前神靈後 莊嚴肅目指示浦龍宮 諧音類似台語的浦龍宮 網友說嘴角不爭氣的上揚了 有人這麼有趣 取這種名字 等到這個宮就是新建好之後 然後看到就是外面的對聯 才發現它的用意到底在哪裡 人家都會會心聲 我不會會心聲 我會心聲 浦龍宮去年底完工 廟方機是說 名字是季公師傅取的 我跟師父說說 師父人都說我們浦龍宮 然後我們的師父就 感到來的時候就說說 因為他是浦龍師父 本來就愛這個地勢 所以才合作浦龍宮 浦龍宮 要就笑到這樣 引發共鳴討論的 還有雲林湖衛廣達上千坪的 三寶宮 你們有趣如果看到的話 因為現在三寶好像都很容易 是拿來弄路上的那個機車 就滿有趣的 深入詢問才得知 原來發原地是湖偉市中心的 三寶堂 隨著信眾越來越多 才會另外辟地擴建 旁邊有沒有 加起來就是三寶堂 就前面那一個字 臉書PO文 調出不少網友回應 還曾看過民眾 頭戴老公公的廟宇帽子 台南則有一間鄰州公 台灣人愛拜廟 廟宇各有各的寓意 但也因為諧音梗意外爆紅 三天新聞將主要留意得 綜合報導